这应该是北京为数不多的 德国面包房的连锁了吧 哈喽 这是你们的可可呀 过了20多年圣诞的 我发现竟然从来没有吃过姜饼人 那走吧 咱们今天去找一家卖姜饼人的面包房 正是它 德南 甜点 甜点 小餐包 哇 那户架上 好多大面包呀 哇 这是那个姜饼 这个好好看啊 这是姜饼屋 这是迷你版的 这还有一个丑萌丑萌的面包 哈喽 我刚刚又没人煮 买了两大袋 一袋是那个主食面包 超级成 可以当干粮吃了 另一袋是小甜点 然后把它摆出来 天呐 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它这么大的 我觉得好神奇 家里吃了一个面包 然后你可以做酸饼制这种 哦 可以添一点黄油 然后 涂上去复烤一下就可以了 对 有 太棒了 现在尝一下咱们的姜饼人 我没有吃过这个东西 担心吃不惯就买了一个秘密版 主要是它真的好可爱 不知道该怎么吃它 虽然我残忍地把它的头咬掉了 但是好吃的 脆脆的 然后有一种焦糖的香味 为什么我隐隐还能吃到肉桂的感觉呢 是很酸的那种酥性饼干 真的有肉桂的香味 好吃这个 上面这个地方好像是巧克力 这个肯定是含有含糖的了 不过甜度也没有特别高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这一个好像是12块钱 作为小的半熟里也挺合适的 但是如果自己比较喜欢这种 可以买大套的 比较划算 迫不及待想来试一下这两个大面包 这个好像是大豆的 然后这个是土豆的 像核桃燕麦那种 我都吃过嘛 这种我就从来没有 从来没 我真的很想举起来给大家看 好吃 真的不是我刻意放大它 就我的脸可能还是能有点对比的 中间是加了一些干果的碎 它里面有好多葵花籽 但是大豆的味道其实我没吃出来 上面这个干干的地方 可能会有些难嚼 但是因为芝麻的存在特别香 所以完全不会觉得它有负担 里面这种特别 也不能说特别吧 反正就是比较虚软那种 就很好入口 还有边边 来试一下这个 这个分量会比那个稍微小 那么一点点 但是鸡汁也差不了太多 这一期应该叫什么呢 对德式面包的分量一无所知 这个里面真的有土豆那个味道 那个焦脆的边边 我今天吃了一股烤手条的味儿 这个也是就是外皮比较干 中间很湿软 我不知道是不是面包本身就做成这样 它会稍微有一点点的酸味 应该是酵母的味道 相比之下我也更喜欢这个 这个不仅没酸味 而且中间加了果干 所以如果喜欢吃这种鲜果形的 我觉得核桃的肯定那个没错 我今天把这两款完全是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 这个可能真的要加一些内馅儿才会比较好吃 这个干吃就比较好吃 我的能力不允许我再继续吃它们了 可能一会午饭都不用吃了 来试一下这个 这个是他们家一个加了奶酪的碱水 就这个地方烤焦的奶酪 先尝一口没有加奶酪的 这家做的就会偏咸一点 没有改良过的碱水 就是这个味道 那一口奶酪脆片太绝了 奶酪会完全掩盖掉 刚吃下去在你嘴巴上那一圈微麻 又有那个碱水的香味在 很香 奶酪焦香还有碱水的香 但如果它能覆盖掉一整个就好了 最后来试一下咱们的小甜点 如果是直接在店堂时的话 会有那种小盘子装着 然后有刀叉 但是因为我可能吃不完要打包 就直接 没事 我自己带刀了 它就是饼皮 然后中间加了乳酪还有果干 然后中间加了乳酪还有果干 好好吃啊 好好吃啊 它里面特别的软绵 湿软绵绵的 然后那个果的香味 就你一口刚咬下去的时候 我本来以为会是那种奶香奶香的味道 结果我嘴巴刚凑到它 就感觉是特别清新的果香 而且它的饼皮也很软 我就吃起来 一口下去 带了一点点皮的 全都是乳酪的感觉 我之前看脸皮的时候 还有人说它有点干 但是我吃到的这个真的好湿软啊 它那个奶酪味没有特别奶 就是果香 杏肉和橙皮的那个香味 好吃 不甜不腻 真的是不甜不腻 还有最后一个 苹果卷 我刚才刚拆封的时候 就闻到了一股肉桂的味道 哇 那这个加热完之后肯定特别香 这个饼皮会稍微干一点 没有这个湿润 你们是苹果肉 就是那种新鲜的苹果肉 然后肉桂真的 雾满全部 看上面这个粉粉 我觉得这一个的话 没有刚才吃那个时候那么惊艳 但是如果你喜欢吃肉桂 这个一定不会错的 这里面会加一些葡萄干 这两款应该就是必须当天吃完了那种 今天吃下来我觉得他们家真的是一个非常传统 但是又不失小惊喜的德式面包房 可以趁着买姜饼的时候 来点点蛋糕试试 面包的话就看个人需要了 如果你也想吃一些健康的主食 还是可以考虑的 那今天这一视频呢 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记得长按点赞哦 下期我们来吃点别的吧 下一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